科研經費鬆綁 能不能給科研注入活力 城市推臨門檻落戶 想招攬人才 該拿出哪些誠意 為什麼國產劇把力氣都用在了前三集 更多精彩 現在本期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話題 节目开始 我們來說一說科研經費 前面有一份有關科研經費管理的意見發布 這是近十年來科研領域突破最大的一次改革 通過精簡放權減幅松綁 讓科研人員更好的來支配這個研究資金 提供更好的創新環境 比如 以前是詳細規定了科研人員的課題開銷 大到幾百萬的設備 小到幾塊錢的一支筆 都得要詳細列出來 而這一次的意見 除了五十萬元以上的設備費 那其他的費用只需要提供基本的測算說明 那沒有必要 事無巨細的一筆一筆給它列出來 此外 如果需要購買新設備 或者呢 原來預算當中的設備用不上了 也有更大的自主權 這呢 就被業界形容為可以用打醬油的錢去買醋了 科研本身啊 就有很強的不可預知性 研究方向 你不可能一開始就給它設定死 新的管理方式更有利於呢 那些探索性比較強的科研項目 那另外一個變化呢 則是科研人員的報酬 那以前 他們對經費的支配相當的有限 每一筆經費都必須要經過財務部門的審核 科研資金 簡單來說呢 可以分為兩類 就直接費用和間接費用 直接費用呢 就是能夠用發票報銷的 像什麼設備費呀 差旅費呀 資料費呀等等 那間接費用呢 則是給科研人員的绩效獎勵 過去一筆支出走哪一種渠道來報銷 那是最費腦筋的事 也是科研人員反映最多的問題 審批手續太多 占用了科研人員大量的時間 而現在 科研經費當中的間接費用 也就是用於人員的支出就打破了天花板 尤其是數學 理論 物理啊 那幾乎不需要買什麼研究設備 那間接費用呢 最高可以達到60% 要我說 科研經費鬆綁 就是讓科研人員更有活力 科研的創新更有動力 好 接下來我們來說一說反炸的話題 開學季不少高校的開學第一課 是教同學們的反炸 在公眾的認知裡 大學生讀書多 見識廣 應該不容易被騙 但有調查數據顯示 41%的大學生啊 說自己或者是身邊人呢 都遇到過詐騙 網鏈被騙 兼職被騙 借錢被騙 各種騙局呢 都盯上了大學生 為了幫助他們遠離陷阱 那學校和警方呢 是頻頻出招 你像最近 廣東警方英帝制宜 將這個反炸標語啊 印在涼茶上 派發給大學生 防暑解渴的同時呢 來揭露騙子的手段 武漢一所大學 則是為新生們準備了一堂反炸測驗 還有國家反炸中心 利用直播 連麥 小劇場等等方式 為學生們上好了反炸第一課 另外 教育部還印發相關的通知 要求確保國家助學貸款 應貸 近貸 以此呢 避免大學生掉落到 不正規校園貸的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 還有一些大學生 他不是被騙 而是呢 參與到詐騙 最高院梳理相關的案件 發現近年來有詐騙團伙 利用在校大學生來參與實施詐騙 比如 讓他們出租微信號 提供信用卡等等 一些大學生為了這個小利啊 稀里糊塗就成了詐騙分子的幫兇 要說 想要不被騙 咱就得記住了 要錢不給 想要避免被詐騙分子利用 記住了 給錢不要 好 接下來是中國新聞週刊 文章標題 用於重點城市推臨門檻落户 這說的是武漢 最近武漢發布了一份 關於落户政策實施意見規定 男性不滿四十五周稅 女性不滿三十五周稅 在新城區功能區就業創業滿六個月 就可以落户 這幾乎就是臨門檻了 最近這幾年 各大省會城市啊 都在為同一件事呢 發愁 就是如何吸引年輕人來落户 隨著產業轉移和中部城市的崛起 這人口就開始呢 從東部向中西部來回流 這種情況下 不少省會城市就需要提升競爭力 把人才隊伍和人口的規模給它做大 你像咱江西南昌 2020年就全面取消了落户限制 包括參保年限 居住年限 學歷要求等等 通通取消 實行了臨門檻准路 同時呢 南昌在人才環境方面 做了一系列的提升 另外 還有雲南昆明 從取消主城區落户限制 到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另外 济南 福州 银船等地 也都放開了落户限制 不過 一些地方它門檻降低了 但因為產業結構相對比較傳統 缺乏互聯網等新型產業 引財的動力啊 依然不夠強 一些畢業生 雖然想回家鄉 但找不到合適的對口工作 還有一些城市呢 薪資水平 在各大城市當中 並不突出 也很難吸引高素質的人才來落户 看來啊 城市想要招攬人才 放開懷抱臨門檻 那只是走出了第一步 好 接下來進入到板塊 雜誌標題 來看最新一期的星週刊文章標題 陕西英文明 讓網友鬧烏龍 最近全運會在陕西舉行 一些熱心的網友就發現 在開幕式以及很多宣傳板上 陕西的英文明好像拼錯了 多了一個字母 大家就急忙到官方微博下來留言 說拼錯了 拼錯了 後來呢才知道官方拼寫並沒有錯 咱們大多數的省份 這個英文名字啊 都是直接用漢語拼音來寫 可是有一些重名的地方 你比如陕西和山西 它拼出來啊是一模一樣 那英語呢不像咱漢字啊 它是沒有聲調的 為了對重名地方進行區分 那就要用到國語羅馬字 就根據不同的音調 來添加不同的字母 就在陕西的英文明中 多加了一個A 以此呢和山西區分開來 這說起來啊 這樣的烏龍也不是第一回了 你看之前上海地鐵有一個站名 就叫陕西南路站 英文這個站名裡呢 這個陕西也被很多人誤以為你拼錯了 為此上海地鐵啊 這幾年是回复了網友十幾次了 陕西英文明鬧烏龍 有網友調侃 滿懷熱情來挑錯 原來需要學習的竟是我 好 接下來進入到板塊雜誌圖片 江西西漁仙雨湖迎來繁忙的秋捕期 這是工人們正在用巨網進行捕撈 保證了捕搭 留小 實現了生態循環 是年年有餘 重慶街頭出現了動物生靈 樹繪創作者根據樹木本身的結構 在樹幹上繪製出熊貓 梅花鹿 北極熊 大象等動物的造型 各個活靈活現 這也叫藝術 濟南降雨 月牙泉在線月牙飛鋪景觀 泉水飛流直下 跌落水面十分的壯觀 吸引不少市民冒雨打卡 驚呼有生之年系列 好 繼續來關注熱點話題 前面就有河北武安有村民反映 說有人在當地一個水庫裡 放生了兩條鱷魚 當地立即就展開了排查 這個水庫是當地一個知名景區 放生鱷魚 你不僅損害生態環境 還對周邊群眾和景區遊客的安全 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當地林業水利等部門 正在全力組織啊 搜尋捕撈 咱們國家野生動物保護法是明確規定 任何組織和個人 如果要放生野生動物 就應該選擇本地物種 不得干擾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 更呢 要避免對生態環境造成危害 可偏偏有些人以行善之名 行傷害之實 你看之前 有人在吉林長春一個湖裡啊 放生了幾十箱小龍蝦 可對當地的水域來說 小龍蝦它屬於外來物種 那就破壞了生態平衡 咱們國家法律規定 隨意放生野生動物 如果造成他人人生財產損害的 或者危害生態系統的 要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要我說任性放生 你可當心 積德變成了失德 為善變成了違法呀 好 繼續熱點話題 前不久啊 一名主播在徒步直播的時候發生意外 據警方通報 當時呢 他一邊直播 一邊拉著這個助力車行走在國道上 隨後助力車失控 導致自己呢 被碾壓身亡 警方特別提醒 很多徒步者推的這個助力車 都是由非機動車改造的 不允許上國道 就呼籲大家呀 要注意安全 近一段時間 在短視頻平台上 這種徒步的主播扎堆出現 這些主播呢 推著一輛這個助力車 扶手前掛著手機的支架 邊走路邊直播 最開始呢 這方式堪稱是流量寶典啊 隨便走一走播一播 那直播一長 那粉絲的數量就撐撐撐往上漲 後來越來越多的主播扎堆路局 單純走路已經吸引不到什麼人氣了 那主播為了吸引流量 就開始呢 劍走偏鋒 有的穿人字拖徒步 有的呢 製造危險的場景 比如到大石頭上 跳舞 雙腳不到十公分的地方 那就是懸崖呀 讓人看得是一生的冷汗 戶外徒步存在一定風險 有人觀察過這些主播的帳篷 他都不太符合專業要求 一場大風或者是冰雹啊 就能給他吹翻了 給他砸爛了 萬一在路上碰到迷路 壞天際信號差 就很容易有生命危險 要我說生命只有一次 不要讓說走就走的冒險 成了危險似伏的流量追逐啊 好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瑞茨 假期公敵 這公敵是什麼呀 排隊 剛剛過去的中秋假期啊 出門在外的小夥伴不是在排隊 那就是在拍長隊啊 景區遊玩 每個項目呢都排到懷疑人生啊 這網紅店吃個飯 提示就前面還有五百桌 當然了別以為不出門就能遠離排隊啊 你去逛一個商場 依舊要排隊 就算在家玩遊戲 服務器呢也提示 網絡繁忙要排隊 對於排隊排到想哭 有人就暗暗發誓 下次放假 咱哪也不去 但有人就覺得 排隊的時候有多苦 排到了的時候 那就有多開心 看來啊 面對排隊 這個假期公敵 那也是如人飲水 仍卵自知啊 繼續來關注熱點話題 來說一說愛心早餐 前面九安徽合肥宣布 當地一萬兩千多名環衛工人 都可以按時吃上 熱呼呼的早餐了 這早餐呢 從六點開始供應 有飯糰包子茶葉蛋八寶粥等等 每天都不帶重樣的 除此之外呢 這節令性的食物呀 端午節的粽子啊 中秋節的月餅 都供應充足 保證環衛工人能吃飽吃好 之前當地這個城管局呢 就印發通知 要求各單位 在對道路清掃項目招標的時候呢 你就一定要落實免費早餐 標準不低於每人每天六塊錢 早餐這個落實情況 要納入到考核內容 現在合肥已經實現了 安徽啊 還發文要在全省範圍來推廣 不只是安徽 之前河南等地也為環衛工人提供愛心早餐 由各區環衛局統一配送到各大站點 方便環衛工啊來使用 環衛工是城市的美容師 某些環衛工人從凌晨四點就開始工作 根本來不及吃早飯 現在有了愛心早餐 一個熱包子一口熱湯 那都是來自城市的溫暖 要不說環衛工愛心早餐 暖胃又暖心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最新一期的 看天下文章標題 那些讓觀眾熬過前三集的國產劇 到底好不好看 那現如今這個國產劇啊 有一個定律就前三集啊 就是觀眾在追劇的時候呢 會根據這個前三集的劇情決定 是要繼續追下去呢 還是立刻棄劇呢 前三集對一部劇到底有多重要啊 我們就拿不久播出的喬家的兒女 和這個理想之城來說 前一部開篇就有原生家庭 這種極具話題性的情節 頻頻上了熱搜 後一部呢 因為前三集節奏比較慢 又有大量的行業術語 勸退了很多不懂行的觀眾 明明口碑不錯 卻叫好不叫做呀 文章就說了哈 以前只能看電視的時候啊 觀眾選擇沒那麼多啊 播什麼咱就看什麼 看著看著呢 總能跟著看進去 那現在不一樣啊 各大平台一天有好幾部劇集啊 同時上線 那你的選擇就變多了 也就更挑剔了 如果你前三集不能吸引眼球 但是果斷棄劇 此外對於不同的題材 這觀眾呢會有不同的要求 歷史正劇和這個年代劇 由於這個故事架構比較宏大 前三集節奏你稍微慢了 咱理解啊 而這個懸疑劇啊 對不起 節奏快 開頭能不能抓人 那是至關重要 甜寵劇呢 這要發唐密度上 有前三集的要求 為了迎合觀眾的需求 國產劇 那是卯足的警在前三集啊 做文章 不過雜誌說了哈 如果過分看重前期的劇情啊 忽略了整個作品的整體性 觀眾同樣也不買單啊 有不少國產劇 那是高開低走 雖然熬過了前三集 卻躲不開爛尾的命啊 這就給所有的創作者呀 提了個醒 重視前三集 並不意味著 只寫好三集就夠了 要我說 只有全集集體的這個質量在線 這觀眾啊 才能夠全程真相 好的 感謝收看雜誌天下 讀雜誌關天下 雜誌話題多 咱下週一中午接著說 節目最後呢 是天下言論 字幕志富